3月10日 单独亲近上帝 经文 耶稣自己祷告 路加福音9章第18节 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约翰福音6章第15节 人需要上帝 上帝为了他自己而造人 要人寻求他 好在他里面找着生命和喜乐 人需要单独与上帝相处 人的堕落在于 人心被物欲所沾满 心思意念随着血气而走 被世界的潮流所吸引 人心灵的重建在于 归向上帝 来到上帝的面前 恢复上帝与人和好的关系 享受他的爱 救恩的真意就是成为 上帝家中的一份子 享受他的同在 人需要单独与上帝相处 否则上帝无法向我们的心说话 圣灵也无法在我们身上运行工作 更没有机会充满我们 人需要单独与上帝相处 降伏在他的宝座前 静默在他圣洁的荣耀与慈爱中 耶稣在地上的日子 也是如此 他也常常退到山上与上帝单独相处 更何况我们 慈爱的主给我们这条 有福的应许 只要我们肯关上门 进到密室 祷告暗中的父 上帝必要垂听我们的祷告 使我们在人前有美好的见证 单独与上帝相处 是真实祷告的秘诀 不但能面对面与主有美好的交易 更能带出服事的能力 若没有天天花时间来亲近上帝 等候主 你就无法真正生根建造于上帝的磐石 有份于上帝圣洁的性情 灵命无法健身 也体会不到圣灵同在的平安与喜乐 通往圣洁喜乐之道无他 唯有长时间在上帝面前安静等候 单单地仰望他 每天清晨 以默念敬拜上帝 作为一天的开始 这是何等的恩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花时间单单地亲近上帝 把这当一回事来做 定睛注视他 寻求他 并要经历他 是的 你要花时间 等候在主面前 久而久之 你会经意地发现 即使安静的五分钟 也是足够且弥足珍贵 我都亡我的上帝啊 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 因为我向你祈祷 耶火华啊 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 早晨我必向你沉迷我的心意 定要精细 诗篇五招二到三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